环境局表示,西南季后风季节,东海岸公园在涨潮后,一般会出现更多外海漂流物。当局已增加清理次数,从一个星期四次增加到一天两次。此外也有不少环保组织在这一期间同企业合作,展开海滩清理活动。当局促进公众保持环境清洁,切勿乱丢垃圾。